文書寨 文書寨 通往文書寨 車身設計 北大徐濱 車身設計 車身設計 車身裏 車身設計 車身設計 綁大張得漂泳於芋葉集 斐到反國裡 要說要斐到廣國里 反正是斐到著放著 就是著返那個烏日 這個地點特別多 这一片吧 都是药药 那都是 一模一样 也没有房子 什么没有 一片都是黄染 药药都是 没有路 那个屋里 有没有来的 那个北上海的堵住 这水饶都 咬皮包了 小孩都抓住我这猫头 他不懂啊 冷了 从1948年开始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 浴血厮杀的老兵们 纷纷脱下军装 拿起锄头 来到东北边陲的北大荒 当时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将要面对什么 几年之后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场 把他们艰苦创业的故事 搬上了荧幕 北大荒啊 针啊 黄粱 黑 恶管啊 草啊 小野掌 又有兔子 又有狼啊 就是缺少啊 大雅大姑娘啊 好 老明星传 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宽阴幕故事片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 这也是一次看荒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声宽阴幕的片子 这是向前苏联学习的 后来这个片子拍之前 我们的导演沈福就是原来我们的厂长 厂长沈福老厂长 还给苗振宇 罗聪周他们 一个摄影一个录音 专门跑到苏联去学了半年 老兵新传的拍摄像一次冒险 对于有着三十多年电影制作经验的上海映人 彩色宽阴幕立体声这些词汇 也是头一次听到 学这个立体声彩色宽阴幕怎么拍 结果回来我们那个厂长很风趣 回来说我学俄文 我学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学了一句最好的 我跟你们说说 我说什么东西 都是为大娘 都是为大娘 他说天津人也是 就会这一句 说一口天津话的厂长沈福 1924年进入电影界 一生参与了25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工作 《老兵新传》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 这样不是一版的电影 彩色宽阴幕 立体色刚从苏联学回来 一开头 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 沈老这个导演 你接到他的任务以后 你可以不看本 他有习惯 他拿到本以后 摄尔族头一次开会 他给大家讲戏 这没出字后边呢 是随粉画的蹭底 然后四个大字 老病新传 讲戏从第一个效果开始 怎么出现字幕 出现场标 出现字幕 包括雷声 雨声 风声 他都讲出来 主任公老战 出场了 但是看不醒脸 魏妈呢 他是欺着马跑过去 他一跑过去 跟旁边那吊王的一夯字 他看清过 妈呢 一九四八年 说明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八年 不准确 这只能说明啊 这个故事是从四八年开始的 还在老兵新传筹备的时候 导演审服心里就已经将摧尾定为主角的不二人选 老战这个角色 废随也不行 尾巴呢 他哥高 魁梧 这性格也双狼 那就是给随为良善定做的 哎 概括起来呢 有那么无感 哪无感呢 敢说 敢管 敢怒 敢笑 嗯 还差一感呢 嗯 嗯 嗯 敢自我批评 你比如说他说这台词啊 他这语言处来 就和别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你比如说他说这个 今天批准 明天就走 哎 这痛快 主任 你下命令掉吧 今天批准 明天我就走 那个 崔伟呢 他从前在华南 这个 他就反对人家 所以刚刚 刚刚解放 我们现在 应该生活就严肃了 什么不好玩 怎么挑戏我来了呢 啊 崔伟这个人特别认真 特别容易激动 那原来文化局局长 那不干了 那就干这事 是不是 特别激动 他也特别 给群众打成一片 一点架子也没有 都给他开玩笑 战长河脾气粗暴 有点简单 在他身边 沈福安排了一个 古灵精怪的通讯员 小冬子 小卖长出来了 老战呢 跟小冬子的关系 既是父子关系 又是 同志关系 又是战友关系 因为小冬子 还多出一件 意味深长的道具来 这块表后面还有用处 咱们慢慢再说 先看看上海人 在东北外景地的遭遇吧 沈福的意思 是抢在积雪融化之前 把东北的外景拍完 在家呢 我们就吃苞烈米 苞烈米苞米茶子 就晚上回来 吃苞烈米苞米苞米茶子 到了外头 请人家 做几个馒头 做几个馒头 一个人就 带一个馒头 倒两个馒头 弄点咸材 还有热水平板 弄一点换 就到外头 就拍一天 就到那吃 拍了一趟 冷啊 那个馒头 冻得像石头一样的 不要说牙坏了 牙好根本就啃不动 就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之中 陈述要演唱那首小调 北大荒啊 真啊 荒凉 黑鹅官啊 草啊 小野长 当时跟那个音乐作曲 还有有些冲突 他做好了一个调子 让我去唱 哎 我说这个太难了 又有兔子又有狼啊 就是缺少啊 大呀大姑娘啊 他花强很多 哎 我说他哪有像是老兔子 这么唱的 没有的 哦 他说后来沈波导演的 去听按照你的本 没脱身上的军装 没放肩上的钢枪 我们老兵来到了黑土地 战胜困难 为国家啃荒 啃荒 战胜困难 你知道有多困难吗 创办一个农场比拍摄一部电影要艰难得多 这片有五万多平方公里的荒原 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残酷 我们睡觉到什么程度呢 冷的那时候也单薄啊 像什么户头都没有 都穿那个棉裤什么耿生那个面 里边哪都是空桶的就是穿那个裤子 俩人啊下来睡觉 颈骨对颈骨 互相之间接着体温这个温度 在一起睡觉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沐红 有这么一个病 给他爱人写信 未婚妻写信 写这奉信的时候 写一下打这个温度 赞着信 写信的这样 他就写 信写完整个的厚皮上那个纹子 全部都给他专满了 他寄给他写 文字不要紧 最多是身上痒痒 可是看着这么多肥地 种不上庄稼 心里就该痒痒了 老赵 我们不能让你慌的 我们来打仗 为的就是粮食 我们不怕丢面子 老兵新传的故事 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 他就像老湛一样 创办了一所农场 他叫周光亚 周光亚 他这个人性格特别直爽 穿着一个大皮靴 戴着一个那个 泥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军棒 就是咱们打那日本鬼的 那战俘那种帽子 听上去就像在说老湛 外形象脾气更像 当时有些女托他这时候 托他这时候 一什么的他那要求 就特别严格 不要你接着什么 两个唠嗑了什么 那都不行他发火 等一发火了 等过后了以后 他说这事吧 我是对你们要求严点有好处 在那个年月 女托拉机首可是个新鲜词 我是黑龙江省的劳动模范 是全国的第一位女托拉机首 我叫梁君 1949年 受苏联电影里 女托拉机首形象的影响 梁君报名参加了托拉机首培训 选上那时候我们是早春的二月份 兜里穿了几个冻馒头 完了拉着雪爬的 穿着雾了 我们三个人从德都就上北岸上路了 德都到北岸是一百华里 我们早上起早走的 太阳没下山就到了 两个腿都走肿了 但是心情高兴 因为我来学托拉机的了 将来我能像苏联妇女那样 开着拖拉机在祖国大地上 把那沉睡的土地变成良田 多好啊 学托拉机的学员们都到齐了 可是拖拉机还没影子呢 找什么呢 找拖拉机呢 您还别不信 当年啃荒的时候 好几台拖拉机 就是这么找零件凑起来 我找了个那个 太不容易了 特别的是在冬天呢 很冷的时候 拆了这个零件里 往那背回来 去一趟背回来 去一趟背回来 这样他们三个人 这一冬天 又修起来了 两排 同志们 咱们农场是值得骄傲的 我们既种了粮食 又培养了人 全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就是从咱们农场出来的 停 你小子 这个第一个说得不好 你看这第一个嘛 要腔掉一下 我给你讲 这第一个 你得 你自己看办 咱们各位注意啊 再来一条 不是在北大荒吗 导演沈福怎么浑身大汗 事实上 一身棉袄皮袄子的摧尾 比沈福难受多了 这个戏的有很多戏 大部分的戏 是在安徽寿县 寿县西边有一个 城哪边 我就不知道有一个寿西湖 特别是八月份的时候 室外怎么拿着寒书表去量一下的话 一些曾经的水晶柱上到45度 就这样我们棉裤棉袄皮帽子皮打衣皮靴子就这么拍 拍到后来 你拍一个镜头以后 里边就流水 一拍一个镜头换的时候 衣服都脱了 吃脱了 都脱光了 不不不 等等等等 他说还要拍一个摘一摸 拍一个快一摸 还要拍一个摘一摸 拍两套 我们不卸妆了 拍完就不卸妆了 拍完了 老翠 好 拍完了 把衣服一脱往那个土地上一丢 那前面有小河 都跳下去了 照样 老翠带着一伙人 打水仗 打水仗 也许天气实在太热了 把台词功夫精湛的摧尾都热糊涂了 拍赏戏就是 里边有这么一句词 我们这个农场职工开会 同志们 我们这个农场竟然丰收了 我们将来要做到 一年的首成 可以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 一年的粮食 也就是说 可以叫一百万部队吃一年 预备 开始 这片场啊 有个术语叫吃螺丝 就是演员的台词 没有读对 没有读准 没有读好 很多演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包括崔伟 这种大名鼎鼎的演员 这塞啊 还说话呢 只要不是懒鬼 愿意革命 我们上山砍柴 搞副业 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冬天 我们农场的将来呀 你看 我又提将来了 我就是要说将来 将来我们农场一年的收成 可以供给一百万个城市的人口 这 老崔啊 是一百万人口 不是一百万城市 我说的是一百万城市吗 对 你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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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个人口 对 来 导演 好 来 第二杯 准备 开始 就这一句台词 崔伟拍了九次都没说明白 第十次再拍 拍上了 大娘制 可以供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 这一年 完了以后 对了吧 对了 对了以后下来 导演跟前 他们俩很熟呢 不要跪下了 导演 我想你请罪了 正好中午吃饭 我们都到食堂去吃饭了 我一看 怎么老崔没来 我一想 大概他们难过了 难过了 老崔 走吃饭去 你去吧 我不去 我吃饱了 吃什么就吃饱了 吃螺丝 吃螺丝吃饱了 一年的收成 可以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 一年的粮食 崔伟的沮丧可以理解 他实在想把老战的精神演出来 因为他去过那里 他知道在那里创业有多么艰难 草草创办的农场 拼凑出了几台拖拉机 可怎么拿一台光杆拖拉机种地呢 这是拖拉机是论麻利 麻利不是它有劲吗 当麻使 咱们把它当麻使 把它这个后边拴上利 你麻的四个麻拉一幅利 那么它可以拉个四五个利 这个一破叉 这个土一压这个灰 把它灰都碰起来了 特别是有点风 那刮的人都就 开拖拉机 这都没有人没有了 一片去黑 那说不好听的话 比黑人还黑 那时候我们开着荒 后面就有狼 跟着我们拖拉机 拉那个里的尾轮后面 剪耗尺 什么下方煮的耗尺 一翻进来 把它的洞翻进来 就是狼刚好壳就剪 那狼就是我们开荒的时候 那时候发我的是三八马枪 马枪都不会使小孩啊 我那狼冲上来了 冲一看我那师傅 在我身后 他说你别害怕 往前走 这狼眼瞅就还有十六米上来了 我说师傅这么说出来 我说这下完了 我说你不要还不害怕 你也不上头衔 我还戴头衔 狼要上来 是不是得先扶着我呀 后来我抱着这个磁剑机 我拿着一个磁剑机 进去轮 给这个狼吓跑的 有狼了 有狼了 面对着饥饿的狼和同样饥饿的人 周光雅决定组建一个打狼队 俗称炮手 炮手 故事炮手 目的两个 应是供我们这边 改善生活 持有 另一方面是 守卫我们这个 能场 保卫我们这能场 这能场那时候 周围这个土匪还挺多的 老王头 老战同志 出事了 全 全村的粮食 山口 都被土匪抢走了 土匪说来就来 电影里的土匪 也让老战 遇到了麻烦 土匪跑到哪儿去了 都跑山里去了 全村的人都得饿死啊 老战同志 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追回来啊 行 他跑到山里去 就是他跑到水经宫里去 也要把他抓回来 小冬子 小大伙儿被马 快 打跑了土匪 收割了成熟的麦子 老战在庆功会上宣布 他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也没多少话说了 我只希望大家永远热爱这个地方 也叫你们的子女 热爱这个地方 多少年了 跟你说的已经不少了 留给你个玩意儿 做纪念吧 等我走了打开看 从戏里讲这块表呢 老战就把心爱的一个纪念物给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战友 小冬子拉了以后满泪眼眶 是吧 非常感激 表的故事到这里还不算完 小冬子不忍心 离开他 你走哪儿我到哪儿去 然后就最后一场戏呢 就到了这个汽车里头 他猫在那儿 汽车走 老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叮当叮当又响 响以后 他一听 哎哟 是谁啊 小冬子你怎么 老战同志我便离开你 我想跟你到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去 那怎么行啊 不行 送送你可行吧 送送我 你送我到哪儿去啊 你送我到哪儿去啊 这无组之无纪律的 过来吧 哈哈 你送我到哪儿去啊 那这个表哥不还你了 贵东西 老战和小冬子走了 北大荒一百零九个农场 就是老战和小冬子这样的人 一步步丈量一搞搞开发出来的 上海来的电影人 来了就走了 北大荒的人们 还留在那里 一直到现在 北大荒人 又演出了一部北大荒题材的电影 片名更为直接 叫做北大荒人 导演沈福继续拍摄电影 1963年他拍摄了著名的 毒草电影 北国江南 1994年沈福去世 1968年 一群北京知识青年下乡 来到了北大荒 他们中间就有催眠催尾的女儿了 这块黑土啊 是什么的黑土啊 它是那样湿漉漉 那样有乎乎 吴频道 你 快 啊 这块黑土啊 是养我的黑土啊 埋着我的血和汗 泪水和幸福 那里要加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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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呀 呀 这次就是这样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